客桌大改造 Action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剛才的影片吧 媽媽你在幹嘛 這個節目可以拿去裝我們的桌腳 我們現在要把你的桌子呢 變大好不好 桌面變大 先量呢 你的桌子是幾公分 時間到我就要走了 一百零九 好走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桌子 把它合併就可以了吧 媽媽剛剛好 都是一百零九公分 但是這桌子比較矮 這桌子比較矮的話呢 剛才夫人是說用積木 墊在桌腳就可以了 反正它是擺在裡面 靠牆壁的 比較不會去擠壓道 這樣差多高啊 其實 積木稍微拿 你大概不是有一台積木 大概剛好 這樣子好像還 從這裡 從這裡一個鎖上去 然後鎖在那個腳上 所以最後還是不一樣高 這樣就是三個積木的情況 三個積木的情況 三個積木的情況 好那我們四個 四個就一樣高了 四個的情況 四個桌面其實 差一點點其實可以了 再加個小墊墊 四個就好了 好就四個就好了 讓你們桌子桌面大一點 不知道 然後如果你怕太矮 我們加上那個指滑貼 就把它貼到這個角 嗯 這樣會高高 好我來鎖 小虎 小虎 我們省了幾百塊 欸 五百九 耶 小虎 運費三百 小虎 省了八百塊 八九百塊 好我來鎖 沙的毛毛蟲 好我來鎖 這是這樣子的 我猜對了 就這樣子的話 三二一 好 這要把爸爸買個後毛巾 我現在收起一點 看看 咦 為什麼 穿過 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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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不能鎖 它沒辦法鎖那麼緊 不要鎖那麼緊 對 換一個 再想一下 如果 如果 你就有穿 也沒有那種墊 讓它有固定就好了 對好 對 因為翻 這樣子是穿不過去 不要是讓你鎖太緊 我來幫你摸 拔出去 預備 開始 開始 等一下 先去就好了 好吧 好了 沒有 去歪了 先用手吧 比較準 好 好 來 媽媽先拿一個 來 手 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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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歪了 這隻手歪了 兩個孔沒有對到 對 來 螺絲 螺絲 小小三絲 媽媽來 下手 你要對著那個 那個籃籃 對 這個籃籃 看他 他所有節目都成功了 要把伯伯再這樣一個當作 好 我要幫忙一點 來 這樣子 沒有肉大伯伯的頭 可以 然後這個的話 這要先 轉動 小貓咪去準備積木喔 等一下讓你準備喔 地上積木喔 等一下爸爸弄好 先讓爸爸把他的腳 上積木喔 OK 對 要積木做白狗 再來 對白狗 再加三個進去 然後我們用電火布把它裝起來 好不好 爸爸 用那個白色的就好了 那個白色的 來 爸爸 要做白狗 要做白狗 對吧 總共裝三個 一隻腳裝三個 一隻腳裝三個 直接 一隻腳裝三個 你在幹嘛 那什麼裝粉 那個筋膜沒有裝盒喔 不合的請把它拿走 有嗎 拿一個 好 再來要去拿那個膠帶 要面對哪裡 先用膠帶烘殼 要買我這裡喔 先把藍色用完 然後 不要讓筋膜歪掉喔 好 這樣 好 好 拿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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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黏哦 好黏哦 希望阿姊托 再包一次上面那可以啊 专门黏上面就好了 可以啊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這樣深一點點沒黏到還好 要黏後面嗎 好像也沒穿落上花 這樣是最節省空間的 你坐裡面或坐牆壁啊 都是一樣 都是讓你 可是這樣這下面的東西怎麼拿 這下面要拿的時候再把這桌子拿出來 然後再大時候那個燈拔掉 放進去 這空隙的話 這是要把它敲進去 一隻 姊姊剛剛夠大嗎 看有沒有很大可以背好多東西 對不對 而且剛好還有界線 這樣就來了 這樣看看不太一樣 是不是 不太太太 不太太太 招呼 啊 再跑走了 再跑走了 他不累掉 先試看再高就成了 比較高一點 這個還是比較高一點對不對 但是其實差距不大 應該就可以了 這樣進應該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可以去整理了快點 媽咪去整理了 快去整理了